最新娱乐资讯,近日,电视剧《狼牙榜2》正在热播,萧平京和林希终于相认了,可是银索相认的各种车祸现场,平京大傻子相当实诚地一把抱起了林希,但是身体有点僵硬,导演说,没抱好再来一个,然后再抱一次,却结结实实地磕到了自己的下巴。 网友评论,难怪最后的抱抱要拍远景,估计是近景的深情二傻子演不出来,而在曝光的花絮中,来自萧平京的实力吐槽,我爸知道不告诉我,我哥知道不告诉我,所有人知道都不告诉我,全天下就我不知道,就告诉我你身边那姑娘就是你小时候定亲的,有那么难骂。 结果萧平京就被大家当成了二傻子,而且还纷纷调侃,她要和林希拜拜子了。 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。